吃了应该有三分之一了左右了 突然发现里面有一根长长的须子 我本来以为是头发 小头发头发剪出来 但是一扯就扯出来一个小张嚷 有一点没有控制住自己情绪开始叫了 就是差不多一个指甲盖这么大 应该是不能动 不过它油光正亮的 应该是跟那个饭都已经有深入接触的 5月31号 小兰在饿了吗平台的阿呆炒饭猛火蛋炒饭 骨翠鹿店下单 一份巨无霸蛋炒饭加小料 食付20块8毛钱 小兰提供了当时的照片 勺子上就是她所说的小蟑螂 记者想起来 在之前的报道中 曾专门介绍过蟑螂的品种 这个就是我们最产生的一个蟑螂的品种 它叫德国小莲 这个是它的弱虫 这个是成虫 它最大就能长到这么大 它是一个小型脸种 然后另外这个叫黑胸大脸 我们可以看见它的整体是呈现一个油亮的 一个红木家居的那种油亮的颜色 它的背板是没有花纹的 美洲大脸它的跟黑胸大脸的区别 除了颜色方面的区别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背板上面有一个蝴蝶形的大斑 它的蝶形的尾部 它是有一个向下的一个托尾的 这是一个和它和澳洲大脸的一个最主要的区别 再说回小兰的事情 她说蟑螂当时已经不动了 反映给平台后 平台做出了退款 并理赔了80多块钱 拿到就开始就开盖吃了 打开那个盖子它是密封好的 它外面袋子它也有密封条 它也没办法进去 办公室会是很好的 应该是在它炒饭的时候 或者是加入那些配料的时候 应该是在自作的时候就进去了 把它很饿的 然后是第二天才反应过来 就非常恶心 因为第二天在点外卖的时候 就发现看什么都不敢吃 诉求就是按照正常的赔偿给我 就是不足一千给我一千 这家卖炒饭的店 在西湖区万唐路上 所在楼层是外卖聚集区 不是阿宅炒饭的吗 是 他说就是 之前点外卖炒饭 点到饭里有蟑螂这个情况 5月31号里的平台 您了解吗 不是咱们有个店长老板在 你帮我们问一下 不在不在都不在 帮我联系一下 电话帮我联系一下 蒸饭是蒸两遍 第一遍的时候它是白米蒸到半熟 我们拿水泡完之后 它如果是有蟑螂它会飘起来的呀 而且第二遍我们弄的时候 拌的时候它如果说有蟑螂 我们白色的米泵一个黑东西 这是一眼都能看到的东西 锅里是没法进的呀 那开火你怎么会进的呀 天热的话 我们每次饭都是现蒸的 没有存放的一说 店里之间有发现过什么蟑螂吗 这些东西 店里有发现 这个没事什么都有发现的呀 所以你说好多可能这个东西 我们是不确定的呀 如果说我们能确定蟑螂跑进去了 我们还能把那个餐处给客人吗 给它线下退款 它不愿意 它说线上 想它线上的申请你赔 然后线上给它你赔了 我们已经退过一回 你还让退第二回 这确实不合理的呀 小兰此前反应问题后 6月9号 杭州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复 工作人员对该店卫生状况 食品安全等情况进行了检查 未发现食品安全问题 饿了吗平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已经和消费者达成一致 消费者认可平台处理 具体方案是订单退款 并追加订单实际支付金额的四倍赔偿 小兰表示 这是当时平台方的处理结果 对于门店的处理方式 她不认可 1818黄金眼 记住报道